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愿将近半月以来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 及感想体会写出来 恳请恩师上人及诸位仁者扶正指教 不胜感激 特扣成内容如下 缘起 7月2日 我们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八零级全体师生聚会 举办了回蒙30年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八零级教学回顾展 及教学研讨会 我本是不想参加这次聚会的 我想在家好好念佛 同时好好观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盘 可是后来转念再想 不对啊 不行啊 我的授课老师们年纪都八九十岁了 同学们三十年不见 如果说 丁家丽因为念佛不来聚会 一定会招来非议 说我学佛学迷了 学偏了 与社会格格不入了 这怎么行 尊敬的恩师上人 讲经说法五十多年 就是让我们把佛法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工作 生活之中去 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在一百多年的念佛修行中 注释表法 同样不离生活 班柴运水无非是道 粗茶淡饭皆是修行 海贤老和尚 一句阿弥陀佛圣号 在田间 在大殿 在梦中 行注坐卧 片刻不曾丢失 我去参加聚会 就不能念佛了吗 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 在生活中念佛 他老人家反复强调 学到当之心是佛 用自私自利的心念佛 是成不了佛的 这也是尊敬的胡晓琳老师常说的 衡量一件事情的对错标准 是看发心 看出发点 是为谁 为自己 对的 也是错的 为了别人 错了 也是对的 我如果摒弃这个缘 在家里念佛 是为了我自己 念佛对 但为自己 就是错的 我去参加研讨会 是为了母校 老师和同学 不为自己 不为自己 应该去 学习了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光盘 我印象最深的 是老和尚的尊师重道 我身为一名演员 本事 是母校的老师们栽培出来的 参加这次研讨会 就是报尸恩 我决定参加聚会 决定真诚地 将自己在大学期间 目无尊长 爱显卑自己 爱挑同学毛病 和整形美容 减肥等等的恶果 合盘突出 总结自己 做人做事的教训 希望后来者 不走我这样的弯路 聚会 来到上海戏剧学院 没想到母校 非常重视这次活动 三十年前的任客老师都来了 同班同学 从国内外四面八方赶来了 表演系的青年老师 及研究生们也来了 大家记记一堂 我是第二个发言的 要在以前 我上台前 就开始紧张了 手忙脚乱 心慌 会心跳加速 也会不停地 跑洗手间 分析原因 是我名利心 得失心很重 很在意自己讲的好坏 观众的反应 和自己的名声 这次 我自己上台之前 先求佛力加持 发愿 将我奉献给佛菩萨 奉献给法界众生 发愿 用我的深口意 来洪传正法 请阿弥陀佛加持我 把最该说的话 说出来 利益大众 以前 在传统文化论坛中 曾听胡小林老师 讲过 齐请城隍土地 护佑的故事 这次 我真用上了 真诚地 与上海的城隍老爷 土地神 土地基菩萨 进行沟通 我就说 我到了您的地盘 我全靠您的护佑了 请您多多关照 然后 心中念着 阿弥陀佛佛号 走上讲台 一点 也没紧张 我的发言 是忏悔自己的傲慢 无礼 特别是当年 小有宁气之后 自我膨胀的种种过错 并在台上 诚心诚意地 向老师们跪下 当当当地 磕了三个响头 谢恩 感恩母校 感恩老师 感恩同学 当时 场下 掌声雷动 坐在前台的 八九十岁的老师们 一个劲儿的鼓掌 甚至 是一起在喊 说得好 讲得好 老师们 老泪纵横 我一下来 老师们就纷纷搂着我 一个老师说 你的发言 感人肺腑 当今 很少有人像你这样 真诚坦率 自我反思的 从不激动 被称为铁娘子的 教表演的老师 哭得泣不成声 院长拉着我的手说 太后悔了 没让全院本科生 也来参加会议 错过这么精彩的发言 表演戏主 当场就拍板 让我下学期 给表演戏的本科生 讲课 学院院长 听后 马上补充道 不 是给全院 各系的本科生 讲课 我直说 我不会讲啊 他们说 你今天讲的 做人做事的道理 和故事 就非常好啊 我说 这是我学佛 才知道的 他们说 那你就讲 你学佛的改变 这些 对现在的学生们 太重要了 他们一个劲的 对我说 我们给不了你 讲课费用 我们只能给你 订个头等机票 我说 不用给钱 也不用头等机票 我愿意给学生们 讲讲自己的切身体会 现场 很多学生围过来 问我 家里老师 您咋戏演得那么好呢 肯定有绝招吧 您教教我们呗 我说 是有绝招啊 就是 孝顺父母 尊敬老师 改自己缺点 把人做好 再加上面 阿弥陀佛 学生们都笑了 不信 我曾经 把这个绝招 告诉一个演员 这个演员 用这个绝招 现在很出名了 他怀孕时 也坚持每天 读几遍地藏经 念阿弥陀佛佛号 孩子生出来非常好 他周围很多人 有此学佛了 我就把他的电话连通 让学生直接与他求证 看看这个绝招 是不是真的 学生们大呼 是这样啊 学佛念佛太神奇了 我说 你们都来用这个绝招 我下学期 就打算给学生们讲 念佛与拍戏的体悟 最令我感动的是 我的一位新疆的男同学 他出过车祸 多年行动不变 这次聚会前 我只是发心念佛 我给他回向 愿他能与老师同学们相见 没想到的是 他坐了五个小时的飞机 来到上海 身子是弯着挪进来的 而且他第一句话就说 万幸我今天能与老师同学们见面 是加力给我念佛念来的 感恩加力 他能来到现场 令所有的老师同学 令所有的老师同学惊讶 想不到佛力加持这么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佛佛号的大微神力 令我惊讶 令我自己对这句佛号 升起信心 礼物 这次聚会 这次聚会 我特意为老师同学们准备了一套小卤物 里面装的是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光盘和永思集 师父上人的认识佛教 珍惜生命 请勿杀害动物的光盘和一个小念搏击 会后我发给了大家 师生们非常欢喜 一位同学有事来不了现场 特意嘱咐 一定要把他的那套礼物保管好 等有机会来学校再拿回去 同学们说 感谢佳力把善缘带给我们 把这么美好的东西带给我们 聚会吃饭的时候 我的老师们中有一位是老党员 他说他不信这玩意儿 我善巧方便地说 如果有我的采访 您看不看 他说 那当然看 我就把2012年采访尊敬的师父上人的光盘 珍惜生命 珍惜生命 请勿杀害动物 挑出来给他 老人家看了之后对我说 看来这肉不能再吃了 有毒啊 然后他问我 那我不吃肉了能行吗 我说 我说您看我十多年没吃肉了 气色怎么样 他说 不错 脸色红扑扑的 兢兢神神的 很健康 于是 他决定吃素了 我们班里有25位同学 我经常会发给他们一些 关于吃素的利益 和肉食的隐患之类的讯息 结果 有五位同学 选择吃素了 这五位同学聚会吃饭时 就大谈吃素的好处 大谈自己身体的变化和受益情况 这次聚会 大家看到我 非常年轻有活力 纷纷说 念佛真是好 有信仰 就是不一样啊 拍照 我是个演员 经常会遇到与人拍照的事情 以前心里 特别烦跟太多人拍照 看到海贤老和尚 一百一十二岁的高龄了 当居士们要求与他合影时 总是主动配合 不厌其烦地和一波波居士合影留念 或单照 或多人照 或全家福照 尽量满足 尽量满足居士们的心愿 往往一个法会 要从早上到下午两点 但他一直精神饱满 没有一点厌烦和疲惫之举 使居士们深受感动 我就想 老和尚是无我啊 欢喜随缘 与一切众生结善缘 我得向老和尚学习 拍照 也是修行 拍照 也是在念佛啊 恩师上人 讲在生活中念佛 是真念佛 这次聚会拍照的时候 我没有厌烦 打心眼里高兴 第一次感觉到 大众是衣食父母 对父母 疑无色 柔无声 对大众也一样 这是平等 这是感恩 其实 尊敬的师父上人 早已给我表发过了 只是当时很糊涂 看不懂 师父上人 跟任何人拍照 都是乐呵呵的 笑容可居 真正是礼敬诸佛 让每个亲近的人 都生欢喜心 签名 做演员的 免不了要给人签名 以前 我常躲避 能不签 就不签 现在 高高兴兴的 为别人签名 而且 认认真真 恭恭敬敬的 写上 拿摩阿弥陀佛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祝您好运 然后 签上我的名字 签完之后 我会问他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就给他们讲 拿摩 是闺蜜 李静的意思 阿弥陀佛 四个字 可厉害了 你念 阿弥陀佛 时 无量的智慧 德能 向好 福报 就架到你身上 这签名的过程 很有意义了 法喜充满 拿摩阿弥陀佛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祝您好运 大家看着 听着 都觉得又新鲜 又有道理 还有人说 你多给我签几张吧 我要把这么好的宝贵的祝福 转送给我的领导 和亲朋好友 采访 这次的聚会活动 吸引了很多上海媒体的记者 我发言后 一位记者 有些犹豫 有些迟疑 试探地问我 请问 您刚才说的 我们可以发表吗 我大大方方地回答 当然可以 记者高兴坏了 说来话长 2010年 我参加了陈大慧老师 组织的中华传统文化论坛 在石家庄论坛上 我对自己 邪淫和堕胎 进行了忏悔 没想到 报纸 杂志 网络舆论飞扬 说我 恬不知耻 文艺界 也引起了轰动 我当时 对记者们 大哭大闹 严厉斥责他们 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发稿 甚至 对大慧老师 论坛的主办方也埋怨 认为自己 受到了伤害 连主办方 与记者专程 从石家庄来到北京 向我道歉 我也闭门不接 想起这件事 我真的是 惭愧之急 内心的愧疚 无以言表 他们所做的 是快速的 帮我消罪业 是佛菩萨救度我 是我的恩人啊 现在 我明白了 当时 尽管是在忏悔 是在学传统文化 其实 没有用真心 还是名利心 在作怪 是假学佛 假学传统文化 在这里 请允许我真诚地向陈大慧老师 向石家庄传统文化论坛的主办方 向石家庄 向石家庄新闻记者及全国转载的各级媒体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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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错了 请您们多多原谅 参加完聚会 我回到北京 到现在 还一直收到老师同学的电话 信息 回馈他们看了光盘的变化 让我惊讶不已 其中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师 与他的女儿 关系以前非常不好 上海聚会时 我带着他女儿 当面向父亲道歉 父女两人都哭了 回到北京 接到一个电话 请问丁老师在吗 阿弥陀佛 我吓了一大跳 一看 电话是老师打来的 我说 老师 您怎么叫我丁老师呢 折杀我了 他说 过去在表演上 我是你的老师 现在 你把这么好的东西 给了我 在学佛的路上 你就是我的老师 海贤老和尚的盘 我认真看了 我知道 他为什么长寿了 他心量大 人家电弓打他耳光 他都不当回事 还说是抓痒嘞 洗脸嘞 现在 我知道 我的心量太小了 一个女儿都容不下 见面就吵 我今年都八十多岁了 人家老和尚念佛 念了九十二年 我现在开始念佛 还来得及不 我连连说 来得及 来得及 什么时候开始念阿弥陀佛 都来得及 我的一位女同学的妈妈 植物人很多年了 她费尽心力 都没能让妈妈好转 已经打算不再医治了 这次聚会的时候 她问我有没有办法 我说有 就把修兰博士的四句话 告诉了她 嘱咐她回家 代表妈妈 向妈妈的身体 及一切有缘众生忏悔 四句话 对不起 请原谅 谢谢你 我爱你 然后把念佛机打开 念佛 嘱咐她 更要多念佛 求阿弥陀佛帮助你妈妈 你的心 妈妈的心 和佛菩萨的心 是相通的 你努力念佛了 妈妈绝对会好转 结果 这位女同学 一回到家 放下行李 就这样做了 她惊奇地发现 以多年植物人的妈妈流眼泪了 开始有知觉了 而且 当晚 她和她的姐姐 同时都做梦 梦见妈妈 与她们交流说话了 现在 这台念佛机 二十四小时念佛不断 家人们 特开心 也都开始念佛了 同学感谢我 我说 是你做女儿的孝心 感动了佛菩萨 感动了你妈妈 是你的真诚 信佛 与老师念佛的功德 让妈妈好转了 我的一位男同学 他是信伊斯兰教的 他的爷爷和弟弟 都是大哄 他以前常对我说 你信佛可以 可别进去太深啊 这次聚会时 我对她认真地说 我知道 为什么你的媳妇好了 因为 是你修的福报 你心里处处装着别人 帮助别人 你们的教主 就送这么好的媳妇给你 她特别激动 说 老妹子 你这话我爱听 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念佛好啊 你继续好好念佛吧 啊 这是因为 我开始会说话了 从前这位同学 总批评我 不会说人话 没学佛前 或是学佛了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没改习气 竟是挑别人的毛病 嘴里竟说令人发堵的话 大家都不愿意听 现在 学习海贤老和尚 看啥都说好 学会看别人的优点了 连说话 别人也爱听了 婚礼 从上海回来后不久 我就去东北参加了一个好朋友女儿的婚礼 并做了婚礼前的录像祝福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实行在婚礼放明星的录像祝福 好朋友 其他女儿受我影响也都放声失速念佛了 录像祝福 我特别强调了女孩子的重要性 一个好媳妇 可以望三代 讲了一下太太名称的来历 愿将我最珍贵 最美好的祝福 南无阿弥陀佛 送给这对新人 因为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包含世上所有祝福的语言 在场的很多亲朋好友 纷纷要求我也给他们的孩子 做这样的录像祝福 我高兴地答应了 因为这就是在生活中念佛 我还把害贤老和尚的光盘和勇斯吉 师父上人珍惜生命 请勿杀害动物 认识佛教 也送给所有参加婚礼的人们 大受欢迎 在婚礼现场 有一些人对我说 我看过您的忏悔光盘了 非常好 很受启发 我很佩服您 我听了这话 比我拿了大奖都高兴 我愿意在拍出有价值的影视作品的同时 也能通过自己学习佛法和传统文化的身心改变 与人分享经验和教训 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孩子 七月份的第三件事情 是我儿子大学毕业 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 这几年 我一直专心念佛 没有过多的过问孩子的学习 毕业了 他自己编剧 自己导演 自己剪辑的反映父子情深的微电影 尿不出来 被推荐进入学院 22部毕业联合作品展 放他的作品时 笑声不断 反应热烈 有人提问 你是怎么拍出这么诙谐的电影的 我儿子的回答 更让我吃惊 因为我妈妈把我交给佛菩萨了 我把我自己也交给佛菩萨了 我的一切 包括写剧本 拍戏 也都由佛菩萨来安排 最后 孩子拿着话筒致词 感恩他的导师培养了他 感恩合作伙伴们 没有他们 拍不出这部电影 最后 感恩父母 整个展演中 只有儿子一个人 这样子感恩致词 我和他爸爸早已经离婚 他爸爸也在现场 看到儿子的作品和表现 一个劲地感谢我 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好 他说 他的感受 不是高兴 是幸福 他眼含热泪 给我属于 给我属了一个宫 说 嘉丽 谢谢你 孩子很少让我管 但他听话 针毡了佛法的利益 他开机前不放鞭炮 不用猪头等昏星的东西上供 有很多剧组开拍前是这样的 因为他看了师父上人的光盘 知道放炮会伤害不同围次空间的生命 知道共血腥的东西并不能保佑自己拍摄安全 反而不利 他的做法是 开拍前亲自带着剧组人员 虔诚地念佛回向 拍摄顺利 他连续四年 都是三好学生 优秀班干部 学习成绩 全年级第一 学校奖励他的奖学金 和零花钱 攒下来的 都拿来放生 夜回向拍摄顺利 每次我问他 剧本写成什么样子了 演员怎么样啊 他总是说 妈 您好好念佛吧 有阿弥陀佛安排呢 一切都OK 值得欣慰的是 孩子今年 被学校保送直读研究生 当天 我的圈里好朋友 观看了儿子电影后 真诚地对我说 家里 你儿子这么优秀 是你念佛的结果 感恩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的事情 给我的感触是 阿弥陀佛四个字 不可思议 念佛的感应 不可思议 佛号的功德 不可思议 佛菩萨的视线表发 不可思议 尊敬的恩师上人的光盘 和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光盘的加持力 不可思议 老师听话真干的人的效果 也是不可思议 这半个月的经历 让我强烈地升起 对阿弥陀佛 慈父的信心 对这句阿弥陀佛万德鸿鸣的加持力 不再怀疑 因为在我的老师同学们 我的孩子 我的亲朋好友身上 一一验证了他的神奇 我记得 我在上海戏技学院的发言结束之后 我班最有才气的同学 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对我说 嘉丽 你长大了 这个发言内容 有条有理 逻辑清楚 这肯定与你学佛念佛有关系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 听到同班同学夸我长大了 真是又惭愧又高兴 他说的对 这与我学佛念佛有关系 我也第一次由衷地流泪 感恩师父上人多年的教诲 第一次生起对恩师的感恩敬重之真心 感觉到自己这一次上海之行 没有为师父老人家抹黑 因为几乎所有的老师 同学都问你的师父是谁呀 我一字一字地认真告诉他们 我的师父是上尽下空老法师 他们说你师父心上吗 我说不是上下是佛门对师父的尊敬称呼 佛教最讲孝亲尊师 他们说 哦 你的师父一定是好师父 你这大便活人 师父教得好啊 师父的确教得好 可我做得并不好 我还差得太远 太远了 我深深地感恩自己的老祖宗 得因庇护 感恩三宝的加持护佑 让我跟对了师父 听门正法 能够今生了脱 生死之苦 轮回之苦 这半个月的经历 让我更加珍惜 每分每秒念佛 佛号功德 多少人能真信 真懂 真明白呢 我从前是怀疑的 尖断的 夹杂的 尽管现在也有尖断夹杂 但是我不再怀疑了 佛号是我的本命元臣 是我的命根子 我要牢牢抓住它 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 向上海下贤老和尚学习 改自己的毛病习气 行住坐卧 安守这句阿弥陀佛圣号 要真学会换心 要真的老实 听话真干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不急不躁 在生活中好好念佛 只有自己成就了 才能去帮助救度苦难众生 无比感恩尊敬的师父上人 教会不倦 讲经不断 今年又及时让我们 静宗四众弟子 学习海贤老和尚的光盘 让我受益匪浅 把念佛落实在生活中 每当我光看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光盘时 总是非常惭愧 我看到河南佛教主席 至此提到贤工时 海贤老和尚的弟子 印制法师 自然而然的 虔诚的一和掌 向自己的恩师致敬 还曾看到 一段印制法师 接上海下贤老和尚 进寺院的视频 其场面之苦素 净诗之真诚 让我愣住了 就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土道上 印制法师自然而然的 倒地叩拜自己的师父 而我呢 我从前根本不知道 师恩浩荡 无论是对世间的老师 还是对学佛的老师 都是无理无数 轻慢不公 因为心中没有感恩 没有恭敬 每次见恩师 听师父讲经 都不恭敬 师父啊 弟子错了 记得胡老师说过 锅炉匠成就 是因为他相信 恭敬地贤老和尚 我们现在不能成就的原因 就是不相信师父 对师父不恭敬 海贤老和尚的成就 也是对他 师父上传下界法师 恭敬到极处 听师父话 一句佛号 一句佛号 九十二年不拐弯 应光大师说 学佛成就的秘诀 唯成与尽 一分成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静 得十分利益 恩师上人说 万分成静 得万分利益 刘肃云老师 教给我们 老实听话 真干 是成就的秘诀 海贤老和尚 就是剧足 老实 听话 真干 老人家成佛了呀 我们要学呀 成静 老实 听话 真干 八字真言 我将铭记在心 在生活中 落实念佛 现在榜样在前 我愿洗心革面 遵师重道 紧紧跟随师父上人 我知道 我做得还很不好 还很不够 我知道 我离师父上人的学生资格 还差得很远 但 我每天都在努力改过 努力在提升着自己 在生活中 好好念佛 高山扬指 心向往之 我愿成为尊敬的师父上人 真正的学生 走向改变小我成大我 改变大我成无我 最终归向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的正道 无限感恩 佛菩萨 不离不弃的 加持护佑 感恩 感恩恩师上人的 尊敬教诲 感恩上海下贤老和尚的 视线表法 感恩生活中 遇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每一个物 惭愧后学丁佳丽 在此顶礼便寇 阿弥陀佛 不妥知处 敬请恩师上人 及诸位仁者批评指正 惭愧后学丁佳丽 2014年7月14日 诸位同学 我们听到 丁佳丽同学的报告 我相信 很多人 都像他这一次 在上海参加活动一样 对于 为他 感动 他在上海这次活动 是把佛法 把大臣 把尽踪 介绍给他的 老师 同学们 不但如此 还借助 传媒 介绍给 一切 有缘 众生 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是有缘众生 没有 不受业 这个礼 是真实的 其他的 是假的 他真回头了 真觉悟了 真觉悟了 这是值得我们 认真去翻新 我们的功夫 不得了 跟他比 相差很远 为什么 他是 真的找到了 英光大四 所说的 一分沉浸 得一分礼 十分沉浸 得十分礼 真诚 恭敬 试出世界 一切法 没有真诚 恭敬 学不到 这四个字 还把 科学 包括 这几种 那 科学 要不要真诚 恭敬 如果能够达到 享誉全球 享誉历史的 大科学家 他也是从 真诚恭敬 成就的 如果没有真诚信 为什么 为什么 他的浮躁 去不掉 科学研究 达到最高的境界 也是 也是 修阶定会 三学 修阶定会的 基本条件 就是真诚 就是恭敬 那么真诚恭敬 涵盘 涵盖 涵盖了 四处 世间 一切法 他太重要了 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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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千千万万人 在学书 成就的人 很少 西游 西游 难逢 原因 就在这里 知道原因 那么这两个字 沉浸 从哪里去 从对父 从对长辈 大臣 大臣教里头 校养 父母 奉死 四章 校养 父母 是以父母为代表 学真诚 父母的爱 是真的 我们细心观察 在婴儿 出生 一百天之内 父母对他真心 没有起心动力 没有分别之处 这用真心 孩子对父母 也是真心 所以我跟同学们说过 人生 百日 这一百天 其路 正常 表演 正常 给我们看 真是没有一丝好虚妄 尝试永恒不变 为什么 这种真常 保不住 这什么人叫 中国自古以来 大概是 年百年以前 年百年以后 我 俗活了 年百年以前的 老中国 对于孩子的教育 非常重视 所有 读过书的人 读过 神仙书的人 没有不懂 这个道理 没有不认真的 去做 去落实 所以中国 有胎教 外国没有 母亲从怀孕的时候 思想 纯真 言论 纯真 举止 斑状 为什么 音响态耳 做母亲的人 严格遵守 身口一三叶 清净 端庄 小孩生下来 好痒 这叫胎教 小孩出生了 他就会看 会听 你千万不要 有的不懂事 他是真懂事 我们大人 不懂事 他真懂 为什么 他用真心 大人慢慢 被外界感染了 真心变成 忘心了 在学习的 能力上 是不如小孩 不如婴儿 所以出生 到三岁 一千天 这一千天 扎根 教育 凡是一切 负面的 不善的 不能让他看见 不能让他听到 不能让他接触到 他所看 所听 所接触到的 全是正面的 纯净 纯下 父母在他面前 都要守礼 不能随便 教孩子 这个孩子 三岁 他就有能力 辨别 邪正是非 有能力辨别 负面的 他会排斥 他会远离 正面的 他欢喜 古艳语所说 三岁 看八十 三岁 学成的 八十岁 不改变 就说 这个 梗扎的文 一生 都不会 改变 现在没有了 现在 学东西难了 丁家丽 不容易 他能回头 回头就是真善 古人讲得好 人非身形 数能无辜 生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不要传统了 你还能够守住 你还能认真去干 太难得了 社会上 要不要这种人 要 越多越好 为什么 我们的社会 才能恢复 稳定 稳定当中 重新再建立 离翼之邦 太平 绅士 那 这是我们对 未来的 绅士 做出最大的贡献 丁家丽是个演艺人员 影响力跟普通人不一样 他能带头做 影响更广 更大 更长远 那 演艺的人员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造的业就很重了 如果是演负面的 心里也是负面的 那个麻烦就大了 果报很难想想 他这也回头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一生的思议 佛菩萨 照顾他 我这句话 是老师哥说的 张家大师 当年劝我发心 真正发心 一生都是佛菩萨照顾 我今天认真回想 一点都没错 这一生 确确实实 佛菩萨安排 佛菩萨照顾 无论是顺境逆境 善云悟云 全是帮助我 全是提升我 所以 一切人 都是好人 一切事 都是好事 不经过这个磨炼 出不来 所有的灶难 都要用 报恩的心 去观察 去学习 分禁 不能有欢喜 不能有贪念 逆境 不能有怨恨 我们的贪嗔 痴慢疑 这五毒 才能化解 不然的话 带着这个五毒 他就造罪 他就多三毒 这是佛菩萨 对我们的加持 对我们最大的恩惠 要报佛恩 要报父母恩 要报老死恩 他给我们 做了最好的保养 我们感谢他 祝福他 这篇资料 可以单独流通 我相信 能帮助 许许多多 同修 要正干 不能搞假的 毕竟在现在 搞假的人 还是多数 正干的还是少数 要大力点 推广 好 下面 还有 同一同学 福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开集学习心得报告 惭愧弟子开集 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 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近日 近日 弟子再次恭敬学习 恩师上进下空老法师 在马来西亚所宣讲的 传统文化如何学习 在此恭敬汇报学习心得 一 一 孝是中华文化根 孝亲 敬是中华文化本 尊师 文化是民族之灵魂 教育是文化之生机 敬公恩师 于本文开端指出 中华文化的根是孝 中华文化之本是敬 因此要恢复传统文化 首先要恢复孝道和师道 近日 弟子恭读 近代胡秋元先生的生平资料 内心感触颇深 胡秋元先生出生于湖北黄埔 此地人杰地灵 乃宋朝理学家陈浩 陈怡先生的故乡 胡氏耕读传家 父亲胡康民 是一位爱国的教育家 一生秉持 无不以利物寄人为怀的祖训 对胡秋元的影响至深 胡秋元非常敬重自己的父亲 乃至他后来所提出的 人格、民族、学问三大尊严 提倡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都是源自于他父亲的身形严教 这也就是孝氏中华文化根的具体表现 他以制成的孝心 真正落实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并由此推展至对民族与国家的孝敬 早年 胡秋元先生在台湾提倡复兴中国文化 人们赞叹他是一位 具有中华心民族魂的智者 半个多世纪之前 胡先生曾与晋空老法师有过一面之缘 他曾对晋师说 中国近百年来遭受苦难的真正原因 是源于我们迷失方向 丧失民族自信心所导致的 人们不再相信祖先留下的传统文化 甚至于提倡全盘西化 这是中国人遭遇苦难的根本原因 胡秋元先生纵结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 共有七点 一 自由平等的精神 二 尊重劳动的精神 三 正义 自尊与坚毅精神 四 现实与务实精神 五 博爱与和平精神 六 为正义自卫而战的精神 七 独立创造的精神 胡先生指出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国文字 他自成系统 复音变为单音 文法简明合理 初学书写是较困难 但此无碍中国语文 为世界上最进步之语文 近人不明此理 从阳媚外 自弃珍宝 任意简化 甚至主张 罗马化 拉丁化 晚尽中国之落后 是由于科技 不在语文 中国语文 是中国人应当自豪的伟大创造 胡秋元先生的真知灼见 令人无比敬佩 人们称他是一位力排众议 并具有远见着实的大丈夫 他在130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一书中 对中国思想界之异化 西化 俄化 提出批评 主张复兴中国文化 寻求振兴中华之理 走向理想的中国 胡先生极力批判 中国文化落后论 指出中国传统文化 优于西方的文化 并提出 只有靠复兴中国文化 才能够带来中国的富强 和人民的幸福 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 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崛起 西方人将其思想强加于东方 并恶意地否定汉字的优美与先进性 中医的科学性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并且把西方的理性与科学 强加给中国人 当时 有许多知识分子 盲从于西方文化 造成中国人民族自信心的上失 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不幸啊 胡秋元先生力排众议 极力主张复兴传统文化 他提出 中国古代的优秀知识分子 具有刚见辉鸿之气 时事求是之成 由宽厚而生的亲和力 由自爱而生的荣誉心 而中国的易经有科学 春秋有民主 周里有社会主义 时至今日 我们看到 这些被载于群书制药的典籍 能够带给中国 乃至世界真正的安定和平 要真正实现人类的幸福和谐 进攻恩师 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那就是教学为先 当进空老法师和马来西亚纳吉首相 第一次见面之时 纳吉首相提出 他很想把马来西亚治理好 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敬师说 只要把教育办好 把人都教好 国家社会的任何问题 都能够解决 都能够解决 这段话是前年进攻恩师 对马来西亚校长 职工会校长老师们所说的 无论是安身立命 创业齐家 还是建立国家 领导人民 无不是以教学为先 乃至于诸佛岔土 极乐世界全都是教学为先 进攻恩师早年 在炉江汤池的成功实验 使汤池达到礼翼之邦的边缘 很短的时间内 当地民风就为之转变 敬师说 此实验使我们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 人性本善 第二 人民是很好教的 如今 广东潮州黄河慈善福利会的谢一辉董事长 多年来 刑办道德讲堂 采取光盘封闭式教学的模式 在七天之内 就能够使人弃恶从善 改邪归正 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这都是教学为先的有力证明 2014年5月 习主席在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 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 直跟在中国人内心 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今天 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 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2014年6月 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 相继报道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中国40所高校教授联合倡议 大学教育弘扬传统文化 来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40所高校的教育工作者 在南开大学发出联合倡议 在大学教育中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个倡议是在南开大学和高教出版社举办的 《传统文化与大学教育高层论坛》中提出的 《倡议》指出 《传统文化是文化传承与再造民族珍贵的资源》 《是民族复养与国家崛起必不可少的精神保障》 《参与论坛的教育部》 《参与论坛的教育部原副部长》指出 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力 比传递知识更为重要 由此可知 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亦如大地春风 雨后春笋般 在中国的大地上 勃然兴起 三 中国传统文化 辱世道 培育圣贤君子 世间有圣贤君子 人间才有太平盛世 英人汤恩比言 唯有中国孔孟学说 大成佛法 能化解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带给世界长久安定和平 中国传统文化 是以辱、世、道三家为代表 辱世道所培育的是圣贤君子 世间有圣贤君子 人间才有太平盛世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历史哲学家 汤恩比博士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有着极其深入 透彻的理解 敬师说 在这个世纪当中 无人能够与其相比 汤恩比博士曾说 唯有中国孔孟学说 大成佛法能化解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带给世界长久安定和平 敬师还引述 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中所言 外国比中国人强的 是机器的制造 科学的技术 除此之外 任何方面 他们都比不上中国 敬师指出 尤其是教学为先 千万年来 确确实实 在全球是中国人第一 中国人 有教学的智慧 有教学的理念 有教学的方法 有教学的成就 有教学的经验 举世无双 因此 我华夏儿女 当真是之 传承之 四 群书制药是中国古圣前贤 修身 其家 治国平和天下的 智慧方法 理念 效果 经验累积大成的 精华篇章 能救中国 能救全世界 是祖宗 留给后代子孙 无价的真实宝藏 要认真学习 群书制药这部书 是中国传统文化 精华之中的精华 多年来 进宫恩师 大力提倡此书 指出 这是一部 能够帮助世界各国政府 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宝典 1920年 五四运动的第二年 英国哲学家 伯特兰·罗素伯爵 经西伯利亚 抵达中国 在北京大学讲学 留下著名的五大演讲 回到英国后 他正式出版《中国问题》一书 从而被孙中山先生称为是 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西方人 这位曾因为反对战争 呼吁和平 而被剑桥大学 开除的哲学家 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 又真敏锐 独到的见底 他在东西方文明比较 中国人的性格 章节中指出 中华民族 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 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 在《中国问题》一书中 罗素提出 中国胜于英国的论述 他说 这是由于中国是 崇尚和平的民族 绝不会加害于他国 而英国却是通过侵略弱国 来攫取财富 换取自身的繁荣 但是罗素也指出 中国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 第一 全盘西化 而抛弃其有别于他国的传统 否则 只会徒增一个浮躁好斗 智力发达的工业化 军事化国家而已 而这些国家 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 第二 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 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 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 军事除外 从罗素的文章中 体现出他一贯的和平主张 在20世纪世界产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中 罗素提出了兼容并序的多元文化思想 他在中国人的文化问题中指出 我相信 假若中国人 能自由地从西方吸取他们之所需 抵制西方文明中 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 那么中国人 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 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 结出一种 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 株连闭合的灿烂成果 军事指出 若要全世界变成一家人 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够实现 并将此寄望于新办制药大学 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培养人才 方得以使地球成为一国 世间永无战争 制药大学的制是制学 制国 制天下 真正能为国家社会 为全人类培育圣贤君子人才 落实为往生济绝学 为天下开太平的本愿 在中国问题的结尾 罗素为中国指出了三条发展之路 第一 建立一个清廉 高效 有序的政府 第二 大力发展工业 第三 大力办好教育事业 提高国民素质 罗素把第一条 看成是中国最大希望之所在 罗素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有着很大借鉴意义 今日之下 中国习主席大力提倡 廉政节俭的作风 令人十分敬佩 而大唐贞观之志的 治国宝典 群书制药 正是治国安邦最好的理论基础 是实现罗素此理想 最具指导意义的经典 五 汉学教育的理念 是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目的是得三昧 回归自信本定 择生智慧 教学方法 是读书千遍 奇异自现 目的是开悟 明心见性 开发自信本聚之智慧得相 华言经养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为之内明内学 敬公恩师教导我们 圣贤教育的目的是得定 得三昧 一级回归自信 自信本定 真心是清静 平等的 是不动的 不生不灭的 因此古人说 人人皆可为遥顺 佛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教育的目的 就是回归到本位 教学的方法 虽然很多 对知识分子而言 最为殊胜的方法是 读书千遍 奇异自现 这自古至今 代代相传的老方法 培养出了一代 又一代的圣贤人 教学的目的是开悟 开悟就是明心见性 此心是真心 人人皆有 开发自信本具的智慧得相 大乘佛法 以此包含全宇宙 六 学者必具之善根 五轮 五常 四维 八德 三福 四弘 三学六度 学者必具之福德 老实 听话 真干 真诚 清静 恭敬 映光大师云 一分成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静 得十分利益 总是从成静心中求 才是真实学问 才是真实学问 落实身行严教 学者必具之善根 五轮 五轮五常 五轮五常 四维八德 三福四宏 三学六度 尽功恩师教导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辱世道的三个根 弟子归 感应篇 十善业 我们不能不学 学佛之人 要能落实三福 四弘 三学 六度 具足 轮常八德 具足 三福 六度 这是真正佛弟子 这是真正中华儿女 是华族真正的后裔 学者必具之福德 老实 听话 真干 真诚 清静 恭敬 敬师说 若无老实 听话 真干的精神 以及真诚 清静 恭敬 良好的态度 纵使遇到好老师 也学无所成 印光大师说 一分成敬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 得十分利益 总是从成敬心中求 谁具备真诚恭敬心 谁就能得到圣贤的传法 七 基本课程 弟子归 轮常教育 感应篇 因果教育 十善夜道经 沙弥律仪 汉字 说文解字 文言文 百篇 敬恭恩师提出的基本课程 是从中华文化四个根中奠定德行基础 并通过学习汉字 文言文 掌握开启中华文化智慧宝典的钥匙 这是在对中华文化有着极其深刻认知和领悟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真知灼见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显著特征 是世界所有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 一 使用表义符号书写 及汉字文言文 不是使用拼音文字 二 在受教育的社会阶层中 孔子的伦理学 取代了宗教 三 执掌正式的并非世袭贵族 而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 罗素指出 为什么汉字能够延续千年而不变 主要在于 一 自古至今 汉语的口语变化很大 可是汉字基本形体不变 因此 今人仍旧能够读懂古代经典 二 中国方言众多 无法互通 汉字则为各方言区通用 甚至远及日本等周边国家 用于书面交流 三 汉字的这种超时代 跨地域的功能 使得中国文化得以保持稳固统一 并严惺至今 罗素认为 这都是表音文字所达不到的 是汉字忧于表音文字之处 他锐智的见解 正与英国历史哲学家 汤恩比博士 异曲同工 由此可见 汉字与文言文之重要性 此时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重要载体 作为中国人 我们不可不学啊 八 汉学课程第一个十年 培育诗资 依群书制药所医之六十六部原点为主 学人任选一种 读诵三千遍 界定根基 以其其意自献 开悟见性 务后再广学多文 成就真实之厚德制 十年之后 师资元祖 正式开办制药大学 为国家社会 为全人类 培育圣贤君子人才 落实济绝学 开太平之本愿也 进宫恩师指出 济绝学 开太平 是我们的本愿 这句名言 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张仔 人称横渠先生 所说的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这句话曾经鼓舞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2003年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 把目光投向中国 他曾经引用过这句话 中华民族的祖先 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今天 人类正处在社会极具大变动的时代 回溯源头 传承命脉 相互学习 开拓创新 使各国弘扬 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 我呼吁 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 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我们的成功 将成绩先贤 择披后世 这样 我们的子孙 就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和平 安定和繁荣的世界里 无独有偶 2005年 当连战先生访问北大使 在演讲之中 也引用了张仔的名言 希望各位 能够为民族立生命 为万事开太平 他指出 这句话 正是我们老祖先心血的解经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 提升人民生活水准 需要知识分子 一肩挑起这个重担 要以此格局与勇气 走向正确的历史方向和目标 由此可知 弘扬和继承中华 传统文化 为人类社会带来永久的安定和平 是有志之中华民族的共同愿 了道才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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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名佛陀 进宫恩师教导我们 要把古圣先贤的教诲 常挂在心 成为我们一生的方向目标 这条康康庄大道 是圣贤之道 也是大成之道 十 天地归人 能立人 真诚为人 能服人 慈悲忍让 能胜人 三界通达 能帮人 阴阳协调 能做人 违逆伦常 不是人 感谢恩人 原谅仇人 帮助苦人 救济穷人 调福狂人 祈祷愚人 感化恶人 鼓励善人 调福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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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进宫恩师教导我们的警示真言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要能够切实落实 方不负恩师的尊尊教诲 综上所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中国这块卧土中 已勃然兴起发展之势 我们通过对于进宫恩师 传统文化如何学习的深入理解 以及对胡秋元先生 汤恩比博士 哲学家罗素 著作的深入学习 对中华传统文化之复兴 建立起坚定的信心 我们相信 中华民族的祖先 是世界上最有智慧 对后世子孙最为爱护的圣贤之人 在祖德的庇佑之下 新时代的中国人 一定能够重新认识和学习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灿烂文明 优秀文化和无尽智慧 我们相信 以群书制药 国学制药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 一定能够在21世纪 大放光明 以上是惭愧弟子 恭敬学习 传统文化如何学习的浅显心得报告 不妥之处 曾请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大德同修 慧语批评指正 无尽感恩 阿弥陀佛 惭愧弟子 世开集 顶礼尽成 听到同学们这些报告 我想许多人呢 对传统文化的复兴 对这个世界的前途 慧 慧 游然而生起 信心 这个信心 非常可贵 越深入 欲深入 信心 越紧 越紧 你努力也 越明显 这里面最重要的 是使命感 中华民族的儿女 古圣先贵的后裔 我们真的要发心 佛法将发心 中国古人将立志 是一个意思 要立定志向 在大臣叫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意思 一切 为众生 不为自己 这就是菩提心 菩提是凡语 本意是觉悟 真正醒过来了 真正明白了 这个心才能发出来 真正醒过来 不容易 同学们的报告 这是一线曙光 非常可贵 为什么 从小长大 一直到现在 都迷失了真心 对这个社会 没有使命感 所以 无论干什么 没有去 提不起精神 那原因在此地 我们要知道 早年 我们在汤匙做实验 做这个实验的源起 是在联合过 引起的 我们在联合过 做了好几次的报告 把中国传统文化 介绍给大家 会友们 会友们 这是个国家的代表 祝教国文 组织大师 代表们 我们 我们报告的对象 是他们 他们听了欢喜 还有这些事情 以前 以前没人说过 以前没人说过 祝教徒 这给我严重的一次 这给我严重的一帮 要把我打醒了 我的话排讲了 那想想这些人 头脑是库宇 科学第一个拿证据来 没有证据他怀疑他不相信 这是受过科学教育 科学洗礼正常的现象 我们这次真正碰上了怎么办 一定要做实验 不做实验 没有办法教他相信 所以我就改变主意 做实验比什么都重要 实验要不成功 我们给联合国永远 再见了 如果实验成功 我已经请他们来看 你来参观 你来考察 中国传统东西有效啊 所以我们认真努力向这个目标 来迈进 中心开学 我们赵老师 我们的条件 是曾经学过教育的 一般普通师范毕业的 教过幼稚园 教过小学 教过初中 往上去不要了 为什么 往上去都不肯听话 我们只要幼稚园的老师 小学老师 小学老师 初中老师 我们用网络招生 报名的三不多人 将近四百人 最后我们只录取了三十七个人 我们一层一层地淘汰 最后决定 录取的是口实 当面谈话 最重要的 是我们要求的 要问他 有没有宗教信仰 信什么叫 跟谁学的 学了多久 我们要问这些 那么录取的呢 信佛教的 信净途宗的 听我讲近三年以上的 人没见过面 那个时候录音带 很普遍 到我们半般那个时候 是零五年 有光铁了 无论是录音带 录像带 光铁 听过三年以上 我们就去了 所以总共三十七个人 这个呢 跟我们的 愿望见解就相同 监护通解 所以开学 头一天 我跟大家说 我们要有实命感 我们这个事情 关系 国家民族的命门 那我们 办这桩事情 是给联合国看的 目的是让他们 对中国文化 产生信息 那中国文化没有过去 虽然是几千年 它超越空间 几千年前使用 今天还是使用 几千年后还是用 这叫真理 真理永恒不变 不散不灭 所以我们要做出来 给他看 成功了 大家肯定了 如果我们做失败了 但愚向他们宣告 中国传统东西 要过失了 现在不是用 可以统统丢掉了 所以 是我们文化 存亡 灵界电 我们拼命要把它做好 学弃生命也在做不苦 这灯都是我们的同学了 老师都是我们同学 我们能讲的话 大家能听得进去 能听得懂 知道这桩事情 不是小事 往后影响太大了 做这个事情 就菩萨了 他不是普通人 我们预想 我们预想 传统东西 丢掉了 大概 一百五十年了 再要把它复兴起来 总得要 两三年的时间 没有想到 三个月成功了 小镇 居民四万八千人 良心 换心 人人都像这样 不愿意走过死 太难得了 三个月 起了这么大的效果 更明 老祖宗所说的 人之初心本善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第二个 证明了 人民是很好教的 这种教育推到 你看看 三个月 人家良心发心 有能力辨别善悟 辨别邪振 邪无 放下了 我们要走 祖宗给我们讲的 伦理道德的道路 三个月成功 那时候杨老师告诉我 我真做到了 真的 下一步怎么做 下降入户 去表演 神教 神教才能感动人 你没有身体力行 也就是 弟子规 感应篇 十三夜道 你要不能够做出来 你光说 没有 别人不相信 要听 他也做不到 必须老师自己做到 我到你家去 我把它做出来 做给你看 大家相信 所以一切都是 祖宗之德 佛菩萨 老祖宗之安排 一帆风顺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在十月 在联合国 做报告 做三天展览 八个小时报告 我们三天的活动 等于最后一天 完全是 汤池小镇的 成果报告 那些大师们 感动了 都想 到汤池来考察 我们发出邀请函 虽然最后 因为有障碍 他们来访问 没成功 可是 我知道的 还有我不知道的 我知道的 有三十多位大师 他们用私人 观光旅游的身份 到汤池 做了三四天 那这个信息 传出去了 让大家有了信心 那么今年 意想不到的成果 习主席 访问欧洲 在教科文组织 发表一篇讲演 这些大师们 听到 非常欢喜 信心 真的生起来了 这个信息 传到我这儿来 我又说 中国国家领导人 真敢了 所以他们 兴奋 现在我年岁大了 尽量少住门 他们常常 会到香港 来看我 是 诸教科文组织的 这些大师 我说 我都欢迎 你们有闲暇的时候 或者到 云东来旅行 到香港 我们见见面 国际上的朋友 相信的人 越来越多了 好现象 所以 使命感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这次 难得的人生 闻佛法 站上 传统文化的边缘 我们要认真 努力 用这个来 报父母的恩 报祖宗的恩 报佛菩萨的恩 报全世界 一切众生 希望 他们的 想法 真正能够在这个地球上 实现 他们的最后的结论 无比的新鲜 就在这本书上 未来属于中国 只有中国文化 能救全世界 当然 先救中国 接着就救全世界 是个非常难得的 英国人 慈悲 希望这个社会 永远安定 世界永远和平 不要有竞争 斗争 战争 这全是负面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修习到这里 我们就修习到这里